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肖战唱的这首《鱼年》 这首歌曲有好多网友都给我推荐了 推荐量是比较高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吧 大家印象比较深,是不是 我听了一下这个歌 我觉得这个歌挺难的 难呢,不仅仅是在音区上 关键是在他这个旋律的走向上 音中很难把握 我们一会儿再分析 那么这个歌呢,是出自这个电视剧 《庆余年》 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歌的印象深 可能也是来自这个电视剧吧 说实话,我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没有印象,我一点印象没有 然后我去查这个电视剧的一个背景 一个资料的时候 我一看,我说 这里面有一个人叫范贤 我这个人名字怎么那么熟呢 然后又看着看着说 什么庆国 我说这个电视剧我看过呀 我真的看过 因为我老婆在看 然后我就看进去了 我不知道我从哪一集开始看的 反正是后面,后半段 我基本上都看了 前半段应该没看 我是这个不小心半道被拐进去的就 但是呢,一看进去以后 觉得还挺好看的 最后就看完了 跟着 所以说我对这个剧情还是有影响的 有人会说他说你看了那么多集 你竟然没听过这个片尾曲 我真的没听过 因为我们看的这个都是我老婆调好的 呱就直接就过去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反正是我没听着这个片尾曲 主题歌片尾曲我都没听过 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来讲这个歌 我觉得这个歌曲呢 有两大难度 第一个难度 就是这个歌的音域非常的宽 这个歌的音域啊 它有两个八度 两个八度是什么概念 这是我们一般流行歌曲啊 呃,大部分都在12度13度比较多 我记得你比如像听海那样的歌 这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歌了 好像就是13度 两个八度呢 它也就是它的最低音到拉 一个拉下面加一个低音点 然后呢最高音到一个拉 高音再加一个高音点 就是两个八度 在歌曲里面 两个八度的歌曲 应该说是已经有难度的 我们在写歌的时候 我也经常会跟学生讲 你们控制音域是很重要的 啊,因为你写了两个八度的歌 就意味着 一般人唱起来都会比较困难 啊,一般的就比较困难 啊,二般的可能另说 啊,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歌曲 它的音域在那摆着 挺难 啊,但是呢 好在就是最高的那个音 啊,它只是一个过渡音 啊,一碰而过 啊,肖战呢用了一个假声 啊,就把它带过去了 我找一下啊,在哪啊 我们呢不放原音了啊 我就这么放一下 听一下应该可以的啊 好,这儿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再回来听一遍啊 这个是 就是到了高音的这个拉 啊,也就是A2这个音声 最低音在哪呢 在第一句 好,我们听一下 回子 你看 这个音并不低 啊,这个音一般男生都能够唱出来的 但是呢 刚才那个是 纵然是 那个音就有点高了 啊,一般男生很多都要用假声处理了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难度 低音到低音的拉 高音到高音的拉 两个八度的音曲 那么,那么宽 啊,就是音域宽 这就是歌曲难度的 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这个歌曲的旋律线 它的旋律跳动非常大 而且它不是长音 这个歌啊 音幅度很密集 它一直是在 快速的一个音一个音 顺速往前走 所以说 快速走动的这个音幅 然后呢 又这样再跳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是音区起伏大 如果说旋律线比较缓 节奏比较 比较舒缓的话 还相对还好 控制好把握一点 但是呢 如果说它是这样 那你看这个音 跳到哪个音上 跳到哪个音上 你都要把握住了 那个音高 所以这个是有难度的 音准其实是挺不容易把握了这个歌 我估计你们一般的要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估计肯定就会跑掉 我们二般的不怕 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 我们来听一下 前面两句还好 从这句开始 一个大跳 然后呢 又是一个大跳 好 然后我们再听下面 这句最难把握 你看这个旋律 这旋律挺别扭的 特别不容易找 你看 如果仅从这个试唱上来讲 这个旋律都很难受 不太好唱 音准真的不好把握 然后呢 然后呢 下面一句难度来了 好 大家仔细听啊 这个声都挺能把握的 这是一个临时的变化音 感觉这一句临时又有点离调的感觉 所以大家听的 是不是感觉还怪怪的 其实很多人音准是抓不住的 结局 这个旋律真的是 因为 是一个八度大跳 跳上去以后又一个小二度 临时的一个小二度的半音 这是非自然的半音 是变化半音 所以说就有难度 这个 好 我们再听 就是这一句呢 在演唱上 它的这个声音呢 还是有点混的那感觉 并肩 它是感觉大家听的 有点像假 假声 但是呢 还有点的真声带着 实际上这最后一句 它用的是这个 混声的那样的一种处理 所以这个歌里面呢 从演唱上讲啊 它也用到了 真声 假声 混声 这三种音色 可见就是这个歌曲 真的是从声乐技巧上 还是从这个旋律的音准把握上 甚至从节奏上 都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这个呢 是从演唱上来讲 另外呢 这个歌曲的旋律 从曲子上讲 也有一个特点 这个歌曲呢 中间出现了一次转调 就A段是C调 到了B段 它转到了G调 C转G 这是一个什么呢 是叫静关系转调 好 我们听一下啊 在这个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后面转了 好 停一下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转调 转调 静关系调转调啊 往往大家听不太出来 因为静关系调转调呢 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太近了 亲切 近亲 所以说你看着他俩挺像的 就是后面转过去的这个调 跟前面这个调很像 不像我们原来老讲了什么同主音大小调转调 或者是远关系调的转调 一听 过去的这个调感觉好像离得很远 色彩完全变了 静关系调转调呢 有时候你不小心呢 你就听不出来 所以说你看这个谱子 我是从网上下的 他竟然这个 记谱 他都 没把这个转调记出来 因为他前面是C调的 然后呢 他一直是按照C调记的 所以后面出现了好多的变化音 老出现深发 实际上C调中 老频繁出现深发 那就等于是已经转到了 记调上去了 我又红笔的把记调的旋律 又标了一遍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转调的 这个转调怎么回事 我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转调应该说 分析起来是 比较理论化的 但是我尽量说的通俗一点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感觉好像没转 是吧 你看 千百回 拉米西 这个C 在前面 C调里面它是C 抖来咪发塑拉西的C 到后面 这个调 它就变成了咪 千百回 拉米西 应该是 C拉西索米 如果还爱C调来唱的话 就是C拉西索米 但实际上已经离到了 转到了 记调的 米伦米都拉 就这么转过去了 也就是说 前面的C 等于后面的 米 我们一般用简谱计谱的话 就这种尽管系调转调以后 经常会标一个 转都等于G 然后后面括号 前C等于后 咪 就这么写一下 让大家容易找到这个音 静管系调其实是比较容易找的 它不难 什么叫静管系调呢 我举个例子 其实静管系调就是相当于 亲戚家 串门去了 我到亲戚家去走了一趟 从我家搬到了亲戚家 因为转调是搬家嘛 因为它最后是在新调的这个 这个主营上结束了 所以说叫转调 如果说呢 去两句又回来了 那叫离调 我之前说过的 但是这个歌呢 是地地道道的转调了 因为他去了亲戚家以后 就住在他们家了 没回来 最后就在新调上结束了 这叫转调 远关系调呢 就不是说去一趟我亲戚家 搬到我亲戚家去住了 就是比如我在这个城市 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我原来在上海 我现在搬到北京了 远关系 搬到北京 而且我就不回去了 我就直接在北京生活了 这个就叫转调 就是转调 转了以后就不回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 而我觉得我讲的挺清楚了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对于这个搞音乐的人来讲 应该可能就听明白了 但是呢 如果阅历学的不好的人 可能也会听懵 所以说其实学阅历也挺难的 阅历有时候不比那个高等数学简单 有些人会懵 因为他尽早要算 算阴沉关系 算度数 尽早要算的 这里面顺便再讲一个 前面是C调 后面转到G调 这个呢我们把它叫近关系转调 近关系转调有几种方式 这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上方五度转调 跟下方五度转调都叫近关系 大家可能会听得有点懵 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C上方五度 你往上数一数 就C就是DOMA 上面就是从DOM为主音 变成SO为主音了 就转到G调 就是CDEFG 然后往下数就是DOMA 这个F就是F 就是上方五度是G C的下方五度是F 就是往上转五度 跟往下转五度 都属于是近关系转调 明白了吗 上方是属音 属调 下方呢是下属调 这是主调 主音 属音跟下属音 都是支撑这个主音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吧 我就不为难大家了 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懵了 好 这个阅理知识 这个知识呢 在转调的知识 在阅理里面 也属于是后半段了 比较深一点的内容了 所以说大家听不懂 也正常 好 我就不再讲了 让大家太费脑 太烧脑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歌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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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